北海舰队在20世纪时期一直是我国海军发展的重中之重,担负着向黄海渤海扩展防空圈,保护京津地区、青岛和大联合潜艇基地的重要任务, 无论是从苏联进口的7型驱逐舰,还是最早自研的051型驱逐舰,再到有中华第一舰之称的052型驱逐舰,都是首先在北海舰队服役,哈尔滨舰不过。 自从用2006年,两艘051C级驱逐舰服役后,北海舰队驱逐舰更新换代的频率反而慢了下来,第一批两艘052C型导弹驱逐舰服役于南海舰队,而第二批四艘配属东海舰队,即使是052地下水服役后,前四艘也被南海舰队照单悬收。 整整十年间,北海舰队没有服役一艘新型驱逐舰,就连服役的054A数量也比其他两个舰队少,而才大气粗的东海舰队,则已经把服役不到15年的两艘054护卫舰,都丢到了二线的护卫舰支队,四艘现代级的重要性也大大下降。 相比之下,北海舰队还保留着109号和110号两艘服役接近35年,装备严重过时的051型驱逐舰,因此也一度被不少网友笑话成舰队养老院。 不过从2017年开始,北海舰队终于迎来了一波换装高峰,截至目前,在两年间一共服役了1亿17118 1193艘052地区逐舰,而最新的120舰也在服役前的测试中,预期短期内就能实现服役。 在短短两年之内迎来四艘052地,可以说对于北海舰队现在,也可以淘汰掉过时的装备,摘掉舰队养老院的帽子了。 赶上东海和南海舰队的节奏,也为之后055大区首舰花落水家留下悬念。 目前,我国的首艘航母辽宁号暂时不属于任何一个舰队编制中,但是以青岛为母港,此前出海训练的护航编队也来自北海舰队,可以说实际上相当于北海舰队的一员。 北海舰队也成为了我军航母特混编队发展的试验田,而随着四艘052地的服役,北海舰队一共拥有了六艘盾舰,足够为航母编队提供足够的防空保护。 不过北海舰队的发展,毕竟具有一定局限性,实际相当于半封闭的内海,更多是陆基武器发挥的舞台。 未来即使航母编队部署在此,发挥的作用也有限,而三亚也成为了我国海军核潜艇的新基地。 而与北海舰队相比,面向太平洋的东海舰队和面向南海,印度洋的南海舰队无疑是未来我国海军走向远洋的主力,北海舰队此前遭到冷落也和东海,南海局势有着关系,不过由于我国重要的中心发达城市离海岸线都不远, 而新一带隐身战机需要有前处节点进行探测和跟踪,北海舰队作为保护精金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重要防线,依然有重要的意义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